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26日 今天是博星日 賊禮物日 因為很多時候在西方的 節日 聖誕節會 互相送禮物 我們也收了禮物 因為很多時候送禮物給男人也很難 唯有送對物給他 下次可以掛在這個床邊 讓聖誕老人放一些禮物 說起聖誕節有個笑話 有一個漫畫 有一個小朋友去找聖誕老人 我要做Batman 聖誕老人答應你 結果聖誕老人就開槍 把他家父母 你不是要做Batman嗎 首先要成為Batman的先決條件 就是要死父母 所以聖誕老人 就滿足了他的第一個條件 當然這是一個笑話 說起聖誕節 今年的聖誕節在香港、澳門、大陸 也算是很慘 因為 想著可以解封 誰知道比解封之前還差 周圍的人也讓人讚好 其實也挺慘 我們看到有很多澳門網友去刷屋 現在澳門 七成羊最少 沒有羊那些都去找人 讓自己羊了 我在今年年初我也說過 當時節目也有 當全世界 變成了西牛的時候 你就是這個世界的怪物 所以如果身邊的人所有都會讓 也就讓了算了 免得標其立異 有時候真的很慘 這節想跟大家說說法國 法國輸了世界盃之後 很多球迷就在 巡來影片那裏找回證據 你看一下 不行 要重賽 就說 他入球那一刻 美斯入球那一刻 就有一些後備球員衝進球場 不公道 要吹 當然球證就說對賽果沒有影響 對當時的結果 甚至乎比賽的節奏沒有影響 所以就拒絕 結果法國有20萬人聯署要求重新踢過一次比賽 我們要多來一次 這20萬人聯署 後來多了2萬人 到22萬人 結果當然是沒有用 阿根廷作為贏球的人 得勢不要忍 阿根廷的電視台 就說 順利異 我們重播一次 你要重賽 我就做不了了 不過我可以 重播一次這個 決賽 讓你們看多一次怎樣輸 120分鐘足本 連續 12碼 因為主要發覺都是輸12碼而已 其實他之前 其實也踢得很精彩 尤其是 80分鐘之後 很精彩 基本上 打到阿根廷 無法呼吸 好了 這一節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 法國 原來比我們想像之中 物價便宜 而且還是巴黎 這個東西 究竟是他的房子便宜 還是其他房子便宜呢 巴黎我其實去過一次而已 不過 沒有辦法了 接代我那個原來是左膠來的 當時 看到我支持特朗普 就跟我們反了面 這個我也覺得很奇怪 那就算了 大家的政治立場 當然是不可能不在一起的 好了 我們說一下對巴黎的印象 其實 巴黎印象不錯 馬路很寬 美食是不錯 比英國好 比英國好 因為法國人對美食的要求 是絕對比英國好 他們那種品味的確是不錯的 所以英國的國燕 原來是吃法國菜的 他們的 宴請的賓客 原來是吃法國菜的 而英國上流社會的人 其實 很多都懂得說法文的 我第一次來英國的時候 當時 預約了一間B&B 就是我們朋友幫他們預約的 我屋子很貴在富咸 富咸原來 不是讀富咸的 富咸的 富咸的 其實H不發音 所以你要聽那些鬼佬說 你才知道原來是富咸 不是富咸 富咸應該叫做 有一對波叫富咸 因為香港譯音就照樣譯了 我們說回法國 既然 20萬球迷聯儲 當然是 20萬球迷聯儲 難道你200萬人來 又要重賽一次嗎 沒可能 輸了就輸了 阿根廷也不枉多樣 他們65萬人聯儲 叫你 你們別在玩啦 玩泥沙 就串回22萬球迷 結果 人口比你多 人口其實阿根廷是不是真的比法國多呢 未必我都不敢說 這只想跟大家說的是法國的流價問題 因為 台灣網友也加入戰團 但是他其實就不是用來諷刺法國 而是諷刺台灣 為什麼呢 因為 原來這個麥巴比 即是現在新一代的球王 他 原來用了350萬歐元 買了一個 巴黎市中心16區 黃金地段 大家沒有聽錯 巴黎市中心16區黃金地段的頂層 複式豪宅 350元美金 竟然買到 還要看到巴黎鐵塔整個美景盡收眼簾 哇 那裏漂亮得不得了 就這樣一張照片 超巨型的天台來的 然後 還是開放式 大得不得了 總共有多大呢 182坪 台灣一坪 等於 36呎6 即是說 182坪 有6660呎 大家想想 6660呎 多少錢 350萬歐元 所以 在巴黎買過最頂級的豪宅 麥巴比住已經是最頂級的豪宅了 都只是 350萬歐元 即是港幣 即是 不夠3200萬 3100萬左右 如果說港幣 就可以賣到6000多呎 車價除了 4700 4700港幣 已經買到最頂級的巴黎豪宅 哇 那張照片很漂亮 還有 雙層頂層的公寓 還有一個私人泳池 豪華到不得了 這個是Penhouse 漂亮 扔一聲 然後那條樓梯也是 很有氣派的樓梯 一條樓梯走上去 麥巴比 結果台灣網友就說 很誇張 很想移民法國 為甚麼台灣那麼貴 其實是人家貴還是我們貴呢 他說這個世界是怎樣跟得上台灣呢 其實 台灣網友說出來 令到香港人更加深酸 因為為甚麼 香港更貴 三千多萬 你知不知道在香港可以買到甚麼 賣將軍澳 賣800呎單位也要三千多萬 如果你真的買海船 對不起 海船沒有那麼小的單位 要不就只有300呎 要1200 要1200 要4萬多尺 要不就 要不就 6000萬只能夠買1200呎 現在當然要下跌了 但是3100萬港幣在香港可以買到甚麼樓 我猜是可以的 落景園買不到 1200呎的直跡 1400呎還是1200呎 應該就是3000萬左右 可以買到落桃園 落桃園在樂園 大家自己上網搜尋一下 我估計落桃園買得到的 比華麗珊 也可以 說跑馬地 比華麗珊應該也可以的 3000萬 出場有餘 但是只能夠買千多呎 但是人家墨巴比 法國number one 現在全球已經是新價number one 他買樓也只是350萬歐元 大家沒有聽錯 是350萬歐元 買182坪 圍到6660呎 頂層複式 私人泳池 香港的樓價已經很離譜了 香港的樓價已經很離譜了 台灣也不如這個樓價 他們就說 法國那是實平 台灣不是實際的 因為台灣的實際的實用量 只有60%多 原因就是台灣起樓 因為有地震的需要 因為有防震的需要 所以他的公用設施的儲存很大 我特意去看樓 平均的台灣所有的新樓 全部只有60%多的實用 公用設施 即是公設 即是公家的地方 是有30%多的 即是說 台灣的樓其實真的不便宜 即是現在升了上去 當然跟香港是沒得比的 我們在倫敦 我們在英國 我們是不是要跟英國比較一下 沒錯 麥巴比所住的地方 相等於英國 武士橋 又或者 Kensington 也不行 又或者他的級數應該就是Mayfair 或者總之W1 白金漢宮附近 總之是最頂級的地方 至少都是海德公園旁邊 你知道海德公園最頂級的樓 賣多少錢 賣到差不多 幾萬元呎港幣 賣了一個單位 當時賣了一個單位1.8億 但是他很大的 那個赤格算起來 也要成為5匹野一呎港幣 5萬元呎 賣了一個1億8千萬磅的單位 當時是海德公園 好像海德公園1號那樣 倫敦最頂級的豪宅 搞到5萬元呎港幣 台灣其實也要 2萬多 我們看到最新的單位 那個 塗珠隱原 這是台灣現在最頂級的單位 18億 台幣 最便宜 入場費 那裏圍道也要 我看似是2萬多 三萬元 那裏圍道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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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法國呢 是實際的 那裏圍道也要是100% 足尺 六千多尺 你想想香港如果有6千多尺 足尺 那裏圍道也要最少賣6億 在巴黎 只需要3千多萬 真的抵達了 好了 比較回英國 算赤價 他這個地方赤價比白明漢 白明漢 我住過幾個月 當時的白明漢 我住的單位是兩房 約會是700呎 兩房 那麼 當時我租1000鎊 後來我頂出來 如果有朋友來 我頂給他 原來已經升了 升到1200鎊 現在再問 原來有很多大陸的學生回來了 白明漢的租金 升到1300鎊 一個月 好了 那單位他原來是買回來 當時他也是香港人來的業主 買回來39萬鎊 39萬鎊是700呎 圍到5千多元呎 比麥巴比住那裏 頂級豪宅 比麥巴比住那裏 頂級豪宅 比麥巴比住那裏 我算過 4,700元左右 4,700元 法國 法國最頂級的豪宅 頂級球星住的豪宅 也是4,700元呎港幣 百明漢 萬成 我想也不知道 至少也要5千元呎港幣 如果計算是呎價 百明漢 萬成比不上 倫敦當然不用給 倫敦當然不用給 倫敦頂級豪宅要幾千呎港幣 5萬元呎港幣 在海德公寓那裏 最頂級的 海德公寓那裏 大家想想想 所以法國真的算是很便宜 按個比例 因為大家 有比較才會傷害 好了 究竟是法國便宜還是台灣 貴呢 當然 法國便宜 不是台灣貴 因為房子在歐洲來說 很多的 因為人口沒有那麼多 你喜歡住就住吧 不過 其實倫敦也不便宜 倫敦價錢 其實比起巴黎真的貴很多很多 難怪只有那麼多人 去法國買東西 去法國消費 像香港人去深圳那樣 這個比例是差不多的 好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那麼多 不是有心踩法國 只是覺得你們值得買而已 這一節先說到那麼多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三個酒店 為 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那麼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那麼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 也覺得挺方便 那麼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呢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那麼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 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有Discount